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什么都不懂 也不了解时尚 本来想通过这个机会 好好地学习一下 如果现在可能不用了 为什么 主编又不让你负责了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我怕把事情搞砸了 所以我想 待会我去跟主编说 让他换个人负责吧 因为太明了吧 你也知道了 宝贝 你觉得你请辞了 就能够杜绝这种谣言了吗 所以啊 你这简直就是愚蠢的想法 只会让人说你周田 让人白浅了 或者是 你周田就是烂泥胡不上讲 浅了也白浅了 好 可是我该怎么办 我真的受不了大家 才这么议论我呢 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他们都不解释 什么呢 初次地玩舟回顾站 给那些造谣声势的人 以及想着哪儿 把牙齿打掉了 对 还要他们碰到肚子里的 到这边请 哎哎哎哎 郭美依 资料室我要用啊 会议室空调坏了 维修人员说 要晚上七点以后才能来修 没办法 我只好改在资料室了 正好让大家了解一下 世界时尚的发展史 我找资料很着急 哦 你很着急 要不要我跟主编说一下 因为周前要找资料 就把读者接待日改期 如果主编说 OK 没问题 我马上送他们回去 哎大家你们请 邓灵姐 现在除了资料室 就你这里有东西了 你帮我找找看吧 我 我这里除了这些杂志 跟人物都不沾边的 对回顾展没什么帮助的 那怎么办呢 好 你看这个回顾展呢 是跟男士一起办的 他们可是有资料室 对啊 谢谢邓灵姐 周小姐 这是刘总让我给你送的参考书 太谢谢你了 慢慢看 不叫我喜欢 谢谢 你可真够有魅力的啊 服务都到家了 啊 呃 走 每天 明年我开会的资料在哪啊 哦 哦 我 最后确定下来了 宝马 史迪克斯 还有阿曼妮各出五十万 欧时莉也能出四十万 还有风蓝的五十万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百万 这次我们至少能融到四百万 男师那边呢 据我了解 还不到三百万 所以呢 这第一属民一定是我们的 令一 回顾展的策划书我已经写好了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没问题 你先回去吧 我看完了给你电话 那怎么好意思啊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这段时间加班还少啊 难得能早回家一趟 走吧 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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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周恬 你的策划案我看完了挺好的 你明天开会照这样说就行 真的吗 谢谢你 没事 不客气 好 再见哦 好 拜拜 又说啊 周老师啊 周老师一直夸你是演奏天才 没想到你回来竟然也教起书来了 老师 我辜负你了 看看你的同学们坚持搞音乐的还有几个 那只要不离开音乐 那只要不离开音乐 那就是成功 那就是成功 又说 嗯 你现在是一个人呢还是成家了呢 我光棍一定要来气自有 离了以后再没找吗 没有 在国外不好找也就算了 现在回到咱们自己的地盘上了 我可不能眼看着你四十多岁了还打光棍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爸爸 我回来了 今天是你啊 婷婷 我给你介绍 这是我的学生没有书 原来你真的是搞音乐的呀 嗯 你们打什么哑咪 行了 行了 我刚刚说正事让人去给我打岔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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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叔 我们医院啊 那可是美女如云啊 妈 你又在给人做美呢 行了 行了 来 吃饭啊 吃饭啊 快吃快吃 来来来 快吃吧 来来来 没事 好 你好 来来来 老师 田田也是搞音乐的 韩上 杂志社啊 嗯 这次的活动 我们男士出资一百万 迷尼库复出一百万 斯生堂 宝兹 还有加威斯 各出五十万 一共是三百五十万 目前我们男士可以确定下来的 就这么多 韩小姐 你们呢 哦 施萱 哦 呃 我们韩上也出资一百万 呃 目前就这么多 其他的客户还在联系中 这是怎么回事 啊 主编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您 开会之前 我接了客户的电话 一大堆理由 他们都说 暂时不参与了 韩小姐 要不这样吧 再给你们多一些时间 我们下个经济再定 不需要 我会很快解决问题的 请放心 韩上绝对不会只有一百万 至于第一署名的事 就照之前我们协商好的 还是由你们男士 为第一署名 好 接着继续下一个议题 周恬 你的回货展准备得怎么样 哦 我的这个策划呢 它是以实践为轴 然后 讲述的是各个时尚巨头的奋斗历程 因为这样它能够把那个时尚巨头的一些故事讲出来 并且使整个发展史 变成一个就是连贯的那个样子 发布会的当天 你认为所有的人 有这么多的时间看完你这么多的故事吗 就算他们是有很多的时间 发布会的现场不到一千平米吧 你是不是想连厕所 电梯走廊全挂满你的展板 我让你去 讲所有时尚巨头他们的奋斗史 而不是让你去按照顺序时间 把他们的故事全盘的讲出来 你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在哪儿 我没看到啊 而且 第一页 犯了个多么愚蠢的错误 Hermas他被诞生的时间 是一八三七年 而不是一八八七年 每天都看你在加班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在做些什么呀 周田 对不起主编 对不起 是我工作不够认真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两天 就两天的时间 周田 对不起啊 我昨天晚上实在太累了 就没有帮你发现那个一八八七 不关您的事了 也很感谢你给我帮忙了 哎呀 您也不用这么伤心 其实你这份策号案 没有那么糟了 只是你当了乔妹妹的剃罪羊 主编把对乔妹妹的气 全撒你身上了 其实主编说得对啊 是我自己不够用心吗 练姨 嗯 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一个忙 什么 今晚抽点时间出来 和我一块儿想想这个策号案 嗯 嗯 那个抽点 嗯 今天晚上恐怕不行了 那个我我妈她病了 她一个人在医院 要是白天就没问题 晚上我趴完医了 什么事 没事没事 那你快去吧 那不好意思我先走了啊 我走了啊 我先走了啊 嗯 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谢谢陆主编 好 祝你好运 来 等等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那个刘总呢 刘总说她还有事情就要先走了 嗯 嗯 甜甜 嗯 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帮你吧 啊 医院那边 我今天晚不去也没什么的 那怎么行啊 你就去陪你妈妈吧 夜里没人太危险了 可是如果 你的方案今天晚出不来 会影响活动进展的 冯小姐 啊 你母亲是什么病 啊 她心脏病 心脏病 心脏病病病人 在最重要的时候身边不能没有人 你去吧 这里有我 刘总 怎么好意思能烦恼您呢 这是我们寒善的事 我帮周田 不是我应该的吗 创业基金也是我们男士的事 你去吧 母亲比什么都重要 啊 其实 我回来是为了 擀一份材料 我刚才 借了总编一个电话 他明天大早就要要 所以 我今天反正是去不成医院了 要不然 你们两个先讨论 我先去把材料擀出来 你笑什么 没笑什么 对了 咱们刚才收到哪了 收到切入点 我在想如果我们找到一个适合的切入点 一切问题都可以迎人而解 时间不算是切入点吗 时间只能作为线索 不能是切入点 我问你 我们回顾展的目的是什么 鼓励大学生激发他们的斗志啊 你知道为什么 我和你的主编 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吗 因为你刚刚大学毕业 你之前 也经历过找工作的困难时期 所以你最应该了解这些大学生 我问你 假如现在韩上没有录用你 你仍在待业 我想知道 你会通过看到什么样的一种事情 能够激发到你 我想到了 DL迫于家庭的压力学习了政治 之后因为个人爱好学习了美术 认识了毕加索 马蒂斯 达里等画家 三十岁的时候 他还在为菲加罗报画画呢 那个时候迫于生活的压力 他甚至在巴黎的街头 卖过自己的画 到三十三岁的时候 他才真正意义上的接触时装设计 四十一岁推出自己的品牌 并一举成名 连这些功成名就的大事也不例外 和他们相比 我们这些小小的困难 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开枪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本来想回来跟他说来着 可是你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想到的角度 他没有心意啊 你再想想 还有没有其他的角度 刚才你说到迪奥 好 我们现在就说说他 你告诉我 他成功的原因在哪儿 因为他赋予了服装 新的概念 新的风格 并且他是第一个 以注册商标 来确定品牌概念的 那他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做 因为在迪奥之前 所有的人都只重视服装的实用功能 而不去管他的审美功能 是他把服装变为了实装 并且是他唤醒了女性的爱美意识 让世界上所有的女人 都知道自己的另一面 一种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新看 不止迪奥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你 所有世界的名牌 她之所以可以在人们的心目中留有重要的位置 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她 衣服的质地 设计或者是风格 更多的是因为 她每一个品牌背后 都有她的一种品牌精神 而这种精神 她往往可以 击负她们 对 还有沃沙奇 她的那种强烈的设计风格 延伸到了各个领域 有服装 香水 鞋子 眼镜 甚至还有汽车和飞机 维维安威斯伍德 她出身在一个英国的劳工家里 她看到了和她同样出身的劳工姿丁 喜欢用她们穿着的服饰和所听的音乐 来发泄她们对当时社会体制的不满 后来她在她自己的服饰当中 加入了大量的叛逆元素 最终成为了彭克女王 最后甚至于和英国皇室的严谨和正统的形象并驾齐驱 成为英国服饰的代表 所以我们的切入点应该是 像各位时尚大师一样 擦亮自己的眼睛 激发自己的灵感 去寻找现今社会中心里的诉求 去满足甚至于创造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而不是墨守成规 被动等待 你知不知道在今晚之前我的理想是什么 是什么 当一名战地记者 战地记者 就你一个小女孩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那一新闻很有价值 你要知道也许就是因为你的一条新闻 就能挽救许多条幸运呢 嗯 那今晚之后呢 今晚之后 今晚之后 我觉得自己在舍尽求远 当一个战地记者 当然是非常的了不起 可是我忽略了身边的这些人 倾听他们的心声 满足他们的需求 不同样也很了不起吗 更何况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刘主编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现在还不该现在的海上吗 以前从来没有人叫过我刘主编 你是第一个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让我负责了这个回顾展 怕我被全公司的人都认为我被你遣规则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会这样 好了 事情都过去了 不过呢 我还是谢谢你 能帮我争取到这次锻炼的机会 现在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必须要告诉你 但你必须先答应我 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了 当然不违背 我现在好饿啊 我相信你也饿了 怎么样 要请你去我家里一块儿 共进晚餐 去你家呀 怎么了 怎么办 时间也不早了 我得赶紧回家了 我不管 反正你已经答应我了 好吧 走 开明 等等我 等等我 可以 看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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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一直觉得 时尚就等于虚荣 除了叫人追求物质 洗心研究以外 一无是处 不过 今天我突然发现 其实时尚界的这些大师们 也是在追求一种精神 当然 每一位成功的设计师 都有他自己 标志性的设计语言 他们会把他们这种追求 放到这种语言当中去 卡帕通过他的占地报道 让人们更加珍惜生命 而我们这些时尚从业者呢 通过展示美 让人们更加珍惜生活 在我看来 都一样了不起 其实 任何事物都是一种时尚 比如说城市建筑 比如说户外运动 当然了 每个人对时尚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我和你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 是挣钱多少的关系 我觉得跟挣钱多少没有关系 时尚并不等于奢侈品 不过曾经有个朋友告诉我 奢侈品是生活的必须品 当你把它送给一个你心爱的人的时候 也就把你灵魂的一部分 同时交给了他 这句话很像我主编说的话哦 好好跟你主编干吧 你在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你们俩认识很久了 差不多十二年了吧 十二年前我刚刚去纽约的时候 他已经小有名气了 因为我的老师曾经教过他 所以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他当年也是这么强势吗 如果不强势的话 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干成 七年前韩璐 在巴黎谈AV新装发布权的时候 正好他父亲病危 当时有很多国家都在争这个发布权 他为了拿下他 他留在了法国 等他回国之后 本遗憾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我想大部分的人 都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可是你知道 七年前中国的时尚界是什么样的吗 不知道 怎么说呢 如果在那个时候 陆明要拍一期时尚杂志的封面 可能一个月 他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件 让他满意的样衣 在韩璐和AV谈新装发布权之前 没有哪个品牌 会把自己的发布权 搁在中国 那是第一次 现在 我们中国所有的名牌时尚杂志 只需要一封邮件 就可以从米兰或者是巴黎 调来最新的样衣 韩璐功不可没 你怎么办啊 奇怪了 我怎么不能来 你这里还有别人 这位是 对了 你是谁 来来来 别吓人家了 刘主编 今天谢谢你啊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来 那我送你 他是谁 你怎么就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了呢 我要不是突然杀上门来 我还没有这个重大的发现呢 他是谁 朋友 同行 朋友 刘探明什么时候把外人带到自己家里来了 还盖着你的毯子 行了 你别管我的事儿行吗 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啊 累得腰酸背痛 就因为那么久没有见到你 我巴巴巴跑过来 你就这样对我 好了好了 我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 赶紧洗个澡接下罚去 这还差不多 对不起啊 我已经尽力了 可这些品牌商都说对这个活动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那为什么男士可以拉到这么多品牌 我还觉得奇怪呢 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 得罪了这些客户啊 还是他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新的刊物 对我们没信心呢 这一点我们不能跟男士相提并论 是吗 我实力一百万 实力一百万 这 乔总监 为什么所有的广告商告诉我 你根本没有打过电话给他们 这不可能 我给他们打了多少电话 他们这是无限 他们是在单嫁祸 行了 如果你下次再这样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写完了 我帮你检查一下 没事 没关系了 上次麻烦你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这次我特意检查了两次了 没关系 真的不用了 你确定不用了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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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橙沫 剪剪已经一整天打不起精神来了 一只眼睛还光流眼泪 你要看了 肯定心疼死 可怜的剪剪 医生怎么说啊 她吃完药有没有好一点 周末 你要带我跟她道歉好不好 我今天实在实在是不能去看她了 我这手头还有好多事呢 那我先不跟你说了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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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